3個月前我就換了一張新的人體光學2 即是到我拍這段影片的那一刻 我已經坐了這張椅子3個月了 簡單一句結論 就是我好後悔為何不早點換 其實我自從上次拍著那個又大又重叫Torrent的機箱之後 就因為搬去的時候不少用了腰力 就等我往後的大半年都受腰痛的問題所困擾 我老了 各位如果是做機箱的廠家要找我拍的那些又大又重的機箱的話 我真的要去尋重考慮 但是我是一個願意為五斗買而腰痛 五斗買而治療的人要買廣告會說 以150個人叫我 因為腰痛所以我就想一些方法去改善腰痛的問題 除了要做一些腰部的伸展運動之外 就是換了一張更好的椅子 我覺得坐人體工學椅之後應該就不會再回去坐電競椅了 最重要的就是我換了椅之後的幾個月腰痛的問題就慢慢減輕了 我當然不會說你換了一張椅之後你的腰痛問題就會消失了 但我覺得是絕對有改善的 我換的是IROS的T07 這次是我第一次長期坐一張人體工學椅 先說一下我其中一個非常喜歡的點 就是它在後面那裡有一個掛三架的 在天氣比較冷的時候我可以有一個位置長期擺外套 我要出門的時候就拿一拿外套就可以出去了 回來的時候也會有一個固定的位置給我擺外套 我就不用說特意找個位置去擺 或者掛在你坐在那個位置上面 因為其實外套是會坐得不舒服的 我用手測試的那兩條臂其實都頗結實 所以就算不掛外套 你掛其他重一點的東西都不會有問題的 然後大家最感興趣的就應該是它的網面設計 它用的是台灣的網報 它的網面是有一定的彈性的 坐下去的時候不會覺得硬的 我只要IROS有更貴的人體工學椅是用美國牌子的網報 飛馬電腦裡面有一張可以時廠帶這個更貴的款式 我稍後再說吧 現在3月就已經開始感受到夏天的溫度了 我是很期待它的透氣功能 因為一般的皮製的椅子我猜大家都很有經驗 在夏天的時候你不開冷氣要坐是會坐得很辛苦的 但是你變了網報之後 直接風扇吹著背部就已經很舒服了 就算你要開冷氣也不需要調到很低的溫度 這是一般椅子沒有辦法做到的東西 By the way 我是有一段影片講到我買冷氣機的心得 現在應該是買冷氣機的季節了 記住去看看 當然風扇不會吹到Loyer的位置 它的網面夠薄 而且是通洞 所以散熱也是不錯的 我之前就因為坐了久的屁股會過熱 所以是要不斷地移動屁股的位置 但是現在應該就不需要這樣做了 坐到天分地也中了 還有它的網報大家不需要擔心說我會刮到皮褲 我穿短褲坐下去 皮褲是不會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畢竟你不會這樣 是這樣的嘛 而我寄望這些網報要比皮製的椅子更耐用 皮製的椅子用兩年後就會開始龜裂和爛了 但是我覺得網報應該會耐用很多 我唯一擔心的是它幾年後會不會疲勞 減弱了彈性 它屁股的位置有一個可以前後調教的設定 適應到不同大腿長度的人 前面有一個泡棉 所以坐的時候會有一點拱起的異物感 但是一般不是太注意得到的 而因為它有這個泡棉提供了一個很有趣的坐法 它這個位置凹了一點點 所以你坐這張椅子的比較前端位置的時候 你的鞋子是剛好配合到它這個凹位 坐下去其實是不錯的 椅背是可以做到升降 這個拱起的位置會頂住我的腰 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支援 頭枕也可以做到調教 但是我必須要講它這個高度的調教 很奇怪 要很用力才能夠調教 扶手方面會有齊所有ゲーム功能 沒什麼特別 都是前後高低左右都有 但是你在用劍壺滑鼠的時候有一個手托 我習慣這個扶手是剛好給我升降的桌子在第一節 這樣我捱的時候就不會撞到桌子 然後在底部的左邊會有一個較耳背的開關 這樣就這樣推捱後就可以鎖住它 當中我很喜歡它解鎖後 不像一般椅子會馬上彈回來 你是要捱下去它才會再回彈 但是這張椅子就不可以像其他電影椅子 捱到睡覺 如果你要在上面睡覺就要留意 右邊是調升降和向後捱回彈的力度 我身高173 用最低的高度雙腳是可以踩在地上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就是椅子太高 或者雙腳踩不到地上的話 或者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支援你的腳的話 長期坐是會不舒服的 但是它這張椅子下面的調教都不太順手 我是要向左向右彎低腰才可以做到這些調教 其實不太舒服的 這也是我對這張椅子唯一的批評 這張T0出的人體功能是Iros中階的椅子 飛鎖電腦裡有一張更加高階 叫做T05的版本被人試坐 它這個命名方式是有點奇怪的 不是說越大的數字越高階嗎? 為何變成越小的數字越高階 不搞笑 但Anyway 我是試錯過了 的確是更加舒服的 畢竟它以背為平 就不會像我這張椅子的背就要拱起了 另外它這個版本是用美國牌子的網報 就不像我這個版本是用台灣的網報 不過我是不是分得清楚兩隻究竟有什麼分別 我用室網的它們的材質都好像差不多 如果有觀眾知道的話麻煩請分享一下 本來就是有拍過片在做一季T05的開箱 我會把影片放在主要給大家看 最後關於這張椅子的安裝 現在這椅子其實都很容易安裝 包括我在儲物的這張椅子都是一樣 男人的話如果自己一個人安裝應該不會有太多問題 我也是自己一個人安裝而已 如果是女人的話就最好找到一個人幫忙 好了…感謝各位Challeman們的支援 給一個關於裝椅子的Pro Tips給大家 就是這些椅子的包裝都是有點大 視乎你在家的情況 可能在家門口的走廊做開箱安裝 裝完了再推入家裡 或者會有效率 如果你對這張椅子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這裡是老空 那我們下段影片再見吧